同学们好,经过我们十二大章,八十多个小章节的漫长努力学习呢,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实战课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我们的课程进行一下回顾和总结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都学习了哪些知识点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先学习了UniApp的一些基础知识点 包括简单的去了解了一下微信小程序的原生开发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大概的了解了UniApp项目的环境搭建和一些核心知识点 比如说数据绑定,条件判断,生命周期,列表渲染和一些组件的用法 那这些知识点呢,给我们后面的实战项目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那接下来我们学习了如何去配置项目 这部分内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那再往下呢,我们去认识了UniCloud云开发 而且呢,我们去学习了它的一些简单的应用 那么到这里,我们已经做好了进入实战项目的准备了 那实战项目呢,是我们本课程的一个重点 我们通过一个实战项目去了解UniApp和UniCloud 在实际项目中的开发 那我们呢,从头去写我们的代码 去完成每个项目,每个页面的布局和样式的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呢,去实现了每个页面的业务逻辑 到最后,我们使用UniCloud云开发去完成了每个页面的数据请求 那项目完成之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呢,只是以H5为例 去完成了我们的大部分的开发需求 实际在其他平台呢,我们是没有去运行过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完成了所有平台的适配兼容 那最后呢,我们针对不同平台进行了发行和打包 并且呢,讲解了每个平台的发行方式 至此呢,我们就算是完成了整个项目的开发 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学到自己想要的知识 那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们肯定是会遇到很多问题的 那其实写程序呢,肯定会遇到问题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去如何解决问题 那么从这些问题中呢,去吸取经验 这对我们日后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么这个实战课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基础的 我们有许多东西都没有设计到 那比如说什么呢? 基于Wix框架的NVL NVL呢,可以帮助我们在APP端呢,去实现更高性能的应用 那还有什么?还有针对小程序,APPVL页面和H5的WXS 我们也是没有讲到的 WXS是什么呢? 它是一套运行在视图层的脚本语言 它的特点呢,是运行在视图层 当需要避免逻辑层和渲染层交互通讯折损时呢 我们可以使用WXS 比如说我们要去完成一些触摸动画 那么使用WXS可以比GS实现的呢,更丝滑一些 那最后是什么? 最后会有一个HTM5加 它是什么呢? 它同样也只可以运行在APP端 那么APP端呢,我们是内置了HTM5加的引擎 让GS呢,可以直接调用非常丰富的原生能力 那这些内容呢,同学们可以作为深入学习的点 并最终呢,应用到实际的项目中 让我们的应用性能呢,更好更强大 那接下来还有几个点 其实对我们开发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登录、支付和推送 这几个呢,在我们的开发项目中 其实用的是最多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课程没有讲到呢? 那是因为我们为了实现跨端 从而检略了很多内容 像登录、支付、推送这些呢 在不同平台的表现和写法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一些底子薄的同学啊 学习难度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不作为基础的内容去讲解 如果同学们对这些感兴趣的话 或者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呢 都可以到课程的问答区 或者QQ群来找我 我会帮助大家呢,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同时呢,同学们对UniApp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想学习UniApp的哪方面的内容 同样可以联系我 如果我觉得没问题的话 会在我下一门实战课程中呢 去加入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到这里 课程就正式进入尾声了 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学习 同时呢,祝同学们学习顺利 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来找我哦 最后感谢同学们的观看学习 感谢大家的观看